在社交媒体脸书上,名叫瑞恩,斯图普夫,Ryan Stump的网友发起了一个讨论活动,活动名称为朝佛罗伦斯飓风开枪,吓跑他, 目前,这个活动已经有3.2万人参加,在活动简介中,斯图普夫写道,拿出你们的枪和雨伞,拿出你们的雨伞枪,啤酒还有啤酒枪,这些小雨伞可以让你们的啤酒不被淋湿, 东海岸的人们,加入我们,让我们一起把佛罗伦斯飓风吓跑,保护我们的国家不被外国入侵者进攻, 但是,斯图普夫下面这句提醒,却告诉大家,这个呼吁其实只是在开玩笑,他说,提醒,请不要真逼向天空开枪, 你可能会杀害其他人,但也并不能吓走飓风,我都不相信我自己能写出这种蓝意,而部分网友的脑洞大开,就让人更加哭笑不得, 网友Tekikbonetv分享了一个视频,视频名称为像飓风扔一颗核弹之后会怎样, 网友Holly Cosme分享了奥巴马的表情包,内容,好嘞,看,我们会挂掉,但是我们会,一起挂掉, 网友Kodana Jerry,你知道枪是下不到飓风的,对不,但是激光武器和毒刺导弹应该可以, 网友Tekikbonetv,Stark用一篇名为,我们真的可以用子弹阻挡飓风吗,的文章进行了科普, 知道吗兄弟们,如果你们真的想用子弹杀掉一场飓风,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化炮兵率,再加上200亿美元, 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可能向水体内排放了足够量的铅,整个东海岸等于被投下了毒药, 所以,没有军工章,我们还有时间,还有网友为战后设立了新的讨论小组,所有人都来这个小组吧, 这样我们可以分享搞笑图片,告诉飓风们,我们有枪,他们不是傻X,然后就做我们想做的吧, 据最新消息,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紧急事务官员,提醒人们在飓风佛罗伦斯来临,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准备工作, 因为这场暴风雨将带来危急生命的狂风暴雨,气象预报预计飓风佛罗伦斯当地时间星期四, 晚上或星期五,早晨在北卡河南卡交界附近登陆,而风力不会超过四级飓风,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早就说了,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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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